今天咱们做一个皮脆肉嫩古酥的酱鸭子 今天咱们做一道酱香板鸭子 走 压头压屁股去掉之后 然后一分为二 找盆凉水浸泡40分钟 泡出血水 水锅烧油 油温升至七成热的时候下入鸭子 这一步能有效的去除鸭的腥味 而且能让鸭皮变得特别脆 炸的时间长一些 等到表皮微黄 皮脂酥脆的时候就可以捞出来 控油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料头 葱姜切片 来两片香叶 五克小茴香 一块桂皮 开始操作 起锅烧水 为了让这个鸭子变得颜色红亮 我们先准备一些红曲米 水开之后抓一把红曲米下入 然后倒入盆中浸泡 红曲米是天然的色素 起锅烧油 留着之后下入料头 轻轻炒一下 来半勺白糖 冰糖也可以 我们这个过程呢不是炒糖色 是让这个鸭子有回甜的味道 来半瓶啤酒 然后倒入红曲米水 然后倒入100克的黄豆酱油 朋友们一定要选黄豆酱油 因为这个颜色适中 味道适中 没有老抽那么咸也没有生抽那么淡 汤汁开锅之后下入鸭子 把火调到最小 这个过程持续一个小时 时不时的翻动一下鸭子 锅中的汤汁呢会逐渐的变得粘稠 等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一定要守在旁边 要不然很容易糊锅 等到汤汁能紧紧的挂在鸭子身上的时候 就可以捞出来了 锅中用凉水浸泡一下 要不然非常的难洗 朋友们看一下颜色非常的红亮 把它放入保鲜柜冷藏一个小时 就可以食用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取出来 改刀装盘尝一尝 热着改刀很容易切散 看一下鸭肉非常的嫩 看一下鸭肉非常的嫩 你看看这个肉 鸭肉 肉鲜嫩骨头呢酥的 很嫩 但是没有鸭的腥味 这道菜呢一定要掌握住两个关键 过油的时候一定要把皮炸脆 烧制的时候时间一定要长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朋友们如果喜欢二蛋的视频 喜欢二蛋的菜 可以给二蛋点赞评论转发 关注草原二蛋教你好好做饭